夏天為大地帶來雨水 不想出門遇著大雨變成落湯雞 最好隨身帶定一把救命傘 講起雨傘 就算你沒有光顧過 都一定聽過梁蘇記這間老字號傘廠 梁蘇記1885年開始 就在廣州開業到這裡 考了兩個口號 梁蘇記開業就已經有了 純正降骨永久包收 因為以前物質比較缺乏 有把傘已經是身份的象徵 所以不捨得丟掉或爛了都拿回來做 於是我們就開始有這個綽號服務 就逢買梁蘇記的傘 遮骨 骨架我們是免費保養的 做到現在我們第四代為何還堅持 堅持用好一點的質量 去維護自己的質量產品的服務 所以每一個客人我們都有這個承諾 有打爛好或是打風打爛好 多方人做免費維修 可以拿回來做 可以看看順便有沒有新花款出 可以換一步 或者是有新產品 可以買給親戚朋友 可以做手信 行入梁蘇記 放眼就是各式各樣的長傘 縮骨傘 但當中最特別的是 橫放在牆上的黃飛鴻傘 聽說是梁蘇記的鎮店之寶 鎮店之寶 鎮店之寶不是黃飛鴻 黃飛鴻不及其中一次偶然 有電影公司來訂 最初他就買兩把 他說明要拍李連傑的功夫片 黃飛鴻 於是以後拍成黃飛鴻 我和差不多各個電影公司的朋友都來訂 最初我喜歡的有一把 在新人士廣場有一個店 一個婆婆拿一把傘來換布 那把傘是很舊的 打開來看 裡面有一個招牌梁蘇記 有一個傘寫著高地街 即是以前廣州第一代 原來這把傘不是這個婆婆 而是這個婆婆的婆婆 差不多一百多年之前 一百年之前 一個世紀之前 我黃飛鴻就不要換布 不如我換那把傘 你送給我 好嗎 他就很開心 我又很開心 於是有一把 可以叫做鎮店之寶 後來就捐到香港政府 歷史館 現在你還可以去看看 那把傘還在 這把傘見證了 梁蘇記百年的故事 的確值得好好收藏 但原來在梁曼城的心目中 還有另一把傘更加寶貴 因為我兒子是唐氏綜合症 他畫油畫有些天分 挺漂亮 他就選了幾張 給多些人知道 唐氏綜合症的小朋友 畫畫都有天分 我們不可以盲末他 有些人挺喜歡的 有一封孖頭鷹 碎花 挺有趣的 這個構思挺好 自己可以看看 這個兒子畫 挺有趣的 八年老店的奮鬥故事 或者大家都聽過很多 今次掃訪梁蘇記 反而發現一個老字號 之所以押納不倒 除了是因為珍視自己的過去 珍視自己和香港的集體回憶 更難得的是與時並進 利用自薪價值 默默地發展更多社會意義